事业做不起来 现在教你这一套方法 大家好 我是Oscar Lund 是TikTok和网络营销专家 同时也积极投入开通国际市场的企业家 欢迎来到解锁追音电商style 投入电商事业 怎样做也做不大 要代理新人也代不起来 团队越做越小 怎样可以让他们成为你的长期 理想的合作伙伴呢 把你的团队事业都搞起来 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教给你 大人先担心 要很清楚知道 自己还有伙伴们为什么要去奋斗 为什么要去达成目标 就好像呢 如果有新人加入我的团队 我都会问他 Why? 为何? 是为了什么东西去奋斗 是为了家人呢? 为了让自己出一口气呢? 还是只是要混了纸而已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激发这钱的 甚至自动自发的去把这个目标打成 当然我们一定要说到做到 这样团队呢 才可以时时刻刻保持着积极的作战状态 首先呢 就是制定目标 之后共同讨论处适合不同伙伴的战略方案 数据分析型的伙伴 我们就可以和他去研究以往过去市场的数据 分析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制定一个适合他的作战策略 机器型还有感冒险型的伙伴 就可以去和他尝试新的事物 比如是开发新的广告渠道 制定出新的营销战略等等 定期检讨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每两个星期我们都会做review 讨论目前是否有在on track 有什么做多 有什么做少 有什么做不好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因为电商的节奏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也必须以时并进 面临突发状况 也必须及时和伙伴想出方案来解决 同时也必须做好市场调查和竞争对手的状况 这样事业发展才可以越来越顺利 也可以带领伙伴如期的达到目标 当然不是每个计划都可以如愿实现 这时我们也必须检讨在过程中 我们学习了什么 了解我们的缺点在哪里 之后往这方面加强 只要持续用这个方法执行下去 团队和伙伴们就可以越赞越勇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继续关注我们了解更多